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6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,日军司令阿南北基率12万日军进攻长沙,宣称要在长沙获西年,中国第九战区司令薛月, 以天陆战法迎敌,最终将日军以右至长沙捞刀河与柳阳河之间包围歼灭,中国军队是在1942年1月4日发起全新反攻的,当时长沙城内有73军与第10军,城外有第4军,第20军,第58军,第78军和第79军从三面向长沙衙过来,面对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工, 日军司令官阿南北基发出的撤军命令,日军第三师团和第六师团借着夜色掩护,分别从长沙东山和朗丽市撤退,日军在撤退前,对长沙进行了纵火焚烧, 根据国立香亚医学院院刊,第一院第五期记载,本学院长沙院设计合作实习医院,香亚医院和私立香亚高级护士人业学校之建筑设备, 历三十年之经营,业力大剧规模,敌人三次亲乡,在长沙紧交作争夺战,于把年1942年1月4日退时纵火焚烧, 至本院留香之房屋设备同复一句,损失不下二千万元,日军在白退的同时, 还对长沙城内的百姓展开了大刺屠杀,并对这些无辜百姓的士气集中起来进行了焚烧, 日军在白退的途中,因为要面对中国军队的追击,又要掩护撤退的伤臂员,因此行动极为缓慢, 一路上面对中国军队的追击早已经精疲力尽,几乎到老干渐凉,觉得境地,不得不抢中国百姓的稻米生吃冲击, 最终直到了1月15日,撤退到新桥和以北台的意图为第三次朝沙会战,中国军队击毙日军五万多人, 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同盟国军队取得的首次胜利,大大提干了中国军队的国际地位, 蒋介石直接认为此次朝沙胜利,实为七七以来,最确实而得意之作。 在会战结束后不久,美国、英国都给当时的国民政府发来贺电,全国上下一片花疼, 使中国军民对于战胜日本更加信心倍增,不过中国军队的这次追击作战虽然使日军陷入重围, 伤亡惨重,但日军的指挥系统自始至终未被打乱,日军虽然在艰苦的状况下撤退, 这始终是有部署有指导的后策,而没有演变成大溃逃。 在长沙、越路山上修建了七十三军将将士墓,以及纪念第四陆军的钟列祠, 以纪念在长沙会战中舍身为国的抗日将士。 七十三军军长帮之兵在钟列祠曾留下一副的脸,骂格果施, 千载月云流好气,扬背坠泪,万年香水掉。